程式的人都會有一些怪癖 像我看到這個程式亂不出來 我就會想說要怎麼解 所以剛剛的問題有沒有 其實就只有一個地方 像這個地方本來 假設即便有東西好了 或者沒東西都沒關係了 那問題出在哪裡呢 因為我剛剛這個就是程式裡面 最後這個地方 no data上面有沒有 其實應該要先幫他切回到總表 因為如果沒有切回總表的話 其他複製貼上最後都會切到總表 可是no data卻會留在他原來的那個月份 所以多一行而已 就這麼一行 問題就解決了 那怎麼會有答案呢 其實就是你要自己去推敲吧 就是說為什麼他會停在他那個月份 那又沒有bug 那就是想想 對因為我這個地方 因為他no data 那我沒有給他切回去 所以這邊再補一行 就這麼一行 問題就解決了 OK 其他也沒做什麼事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 但如果沒有run 我可能我也不會知道 所以每一次run 感覺好像都蠻順利的 不過按下去其實感覺是非常好的 因為所有東西都把它合併過來了 這一題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我也把雲端上面這個程式 其實也會順便把它update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差一行 可能有些同學也許就卡很久了 會卡關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只有 這個no data上面 這邊再補一行 補這一行就好了 OK 好 有這樣一行 這個原來沒有了 要把它註解一下 形目提示 這個地方是補的 好 那這樣的話應該就沒問題了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再跟我講一下 因為寫程式就這樣 常常還是會露一點點地方 不過呢 因為你這樣子才有辦法功力再提升 那不斷不斷的精進 你找bug的能力就會比別人強很多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繼續來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 這一題先把它關掉了 然後把它儲存一下 好的 儲存 OK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那個標準日期的部分 我把它吃檔案錯了 標準日 這個是清除 標準日期的部分 pass 為什麼會有錯 因為我剛剛可能做了一些事情 我把這邊的資料把它刪掉了 因為要測試剛剛同學講的東西 所以這邊 好 我把它重貼了 反正就是這些資料 然後合併 合併過來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會是標準的 年 月 日 OK 這個是標準的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 剛剛好合併過來 還是標準 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 就跟剛剛那一題一樣 主要是什麼 處理月份 這裡 貼上之後有沒有 貼上之後要做什麼 一樣for J等於2到最下面 一列 就這個範圍 因為有處理過的話 它一定 長度 製串的長度呢 一定就會是大於3 大於等於3 所以呢 如果我說它沒處理過 我們才處理 那怎麼處理 基本上呢 我本來輸出的 應該是1234 是後面的東西有沒有 後面這個東西 那我要在前面補什麼 2016斜線 1月 那每一個1月2月3月怎麼來 基本上呢 我可以用前面先用個字串 2016斜線 那1月的話呢 剛好跟i的值有沒有 有沒有一模一樣 1月的話剛好是 剛好跟i的值一樣 所以我就把i的值放進來 再補一個斜線 1月 然後後面and什麼呢 它原來的值 把這個先串接之後 再丟回去 給它原來的位置 蓋過去就對了 本來它是1對不對 然後呢 把它這個串接完之後 蓋掉 就變成2016 1月1號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然後這樣子的話可以往下 全部跑完了 那再來就是說呢 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這個格式 我希望變化一下 而且儲存個格式裡面呢 我希望變成什麼 民國年 然後 是類似像這樣 這樣子 但是我中間 我希望不是斜線 而是用一個點好了 然後呢 我如果各位數字呢 要兩碼 所以mm 這邊點 然後滴滴 那另外 那另外的話 我後面希望 再加上週幾 AAA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 格式 那你想說 這個格式 我用那個 制定是可以制定的出來 但是呢 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放到VBA裡面 它可以幫我怎麼樣 把它變成這樣子 這樣的格式 OK 那你想說 欸 那剛剛日期做了出來 那我有沒有辦法再把格式放進來 其實喔 如果你要把格式放進來 非常簡單 一 請你先把格式做出來 二 把這個格式裡面的字串 複製就好了 那你想說放哪裡 其實非常簡單喔 將來輸出的時候 請你在這個輸出日期之後的下面一行 再格式 輸出格式 啊格式放哪裡喔 記得就是說喔 在這邊喔 利用一個屬性 什麼屬性呢 其實你打一個啦 我是這怎麼打的 點 打一個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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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存個格式裡面 制定的那個字串喔 OK 所以呢 以後喔 只要你那個 做好一個格式 你要把這個格式 套用在任何地方上面 只要切到制定 裡面呢 把那個字串 找到 放在哪裡呢 等於 雙引號 把剛剛的格式貼過去 那記得喔 再補一個瓜糊 因為你點下去 如果先加瓜糊 它點不會出來 不會有這個提示 那這個你要自己打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 先點 然後把這個屬性叫出來 最後再把瓜糊放過去 好 這樣子加上去之後呢 會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試一下喔 基本上一樣喔 先把它清除掉 那因為剛剛呢 我已經在輸出之後 把它補一個格式上去 所以你按下去呢 有沒有發現 所有的儲存格 本來是2016的1月1號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我把它變成民國年 加上我要的格式 OK 所以這招還蠻好用的啦 以後反正喔 你只要是按右鍵儲存的格式 制定喔 後面裡面的格式 通通可以跟VBA很好的結合 結合的方式的話 記得就是利用什麼 這個 Lamber Format Local 放在它後面 雙引號裡面 就完成了 OK喔 所以這地方的話 我們就可以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格式 OK 標準格式 那底下的話是資料庫啦 這個資料庫 前面有講過 也許喔 各位可以再 自己練習一下 我這邊後面 主要喔 就是在增加一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喔 裡面呢 放哪些東西 基本上喔 就是會出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 前面講過的SS資料庫 當然如果說 你回家喔 想要用那個 MySQL練習 我想應該也沒問題 那在SS裡面呢 也許喔 你就增加一個叫 問題臨時的資料庫 裡面的話有一個 第一季的資料表 那如果我今天 第一季的資料表裡面 是空的 我希望怎麼樣 把一二三月 剛剛是合併到哪裡 剛剛是合併到我們的 這個第一季的工作表 但是我同時會希望把它 合併到那個 資料庫裡面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反正你就先跟它連線 配合ADO 有沒有 然後再配合什麼呢 SQL語法 insert into 先連線了嘛 連線到那個 然後insert into 哪一個table呢 裡面可能有第一季的table 然後哪些欄位 可能有這幾個欄位 有沒有 五個欄位 OK 然後values 把這一筆記錄呢 新增過去 那因為我們有很多記錄 前面有講過嘛 全部賄賂 OK 回去可以練習看看 應該沒問題吧 因為其實城市的功力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不斷不斷的在 換別的範例 你也可以把它很快做出來 所以也許 如果有時間 第一個SS 如果第二個還有時間 或許可以用MySQL 也應該可以做出來 沒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可以把整個資料 全部都匯入到資料庫裡面去了 甚至我這邊是有做個表單 這個表單是什麼 其實主要是 按一下它 我看一下剛剛有點不會work 它會怎麼樣 它會用一個 因為如果我們比數很多的時候 那它會怎麼樣 它會跑比較久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在讓它跑的過程當中 我也知道 可以知道說 它的執行進度 可是這個好像有一點點小bug 不知道卡在哪裡 那也許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 我們要匯整到那個VBA 用前面講過的那個資料 不過匯整過去 我前面講過第一個 你要先建一個 SS資料庫 那假設 我在那個 我放的位置 是放在跟你sale一樣的 目錄裡面 那我們用this world page 去抓到這個位置 那裡面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匯錄的方式 裡面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日期就是跟那個一樣 日期項目等等的 那我們可以用匯錄 或者你自己 SS裡面 你可以按右 就新增一個那個 這個第一季的工作表 那工作表裡面 大概就會有這些欄位 這些欄位 那我們建好了這個資料表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大概 其實就跟前面做過的方式是一樣的 第一季 直接從第一季 直接轉檔就好 就是先匯整到第一季 然後全部新增到資料庫 新增完畢之後 再把我們那個 eSale裡面的資料給刪掉 OK 大概是這樣的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這邊我們在 eSale 這邊有個按鈕 假設按下 OK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幫我把資料 一個一個全部都新增新增新增 新增完之後 會出現一個Matchbox 轉檔完畢 按個確定 會把舊資料刪掉 那這個資料現在跑哪裡去呢 其實就是在第一季裡面 OK 就是這些 就轉過來了 那這些東西 就是雲端上有 前面有講過 所以我就demo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應該沒問題 轉過來 其實蠻快的時間 那另外的話 匯入 有匯出 前面有講過 匯入 匯入好像就指一個什麼 Range A2 Copy from Refoset 那查的SQL 以法是 Survey著所有 From 那個第一季 資料就過來了 應該還記得 OK 所以這邊的話 匯入一下 OK 資料就過來了 然後刪除 我們就刪除 那個什麼呢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其實按下它 它就幫我把什麼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刪光了 應該這樣就沒有了 其實也有辦法 以刪除 如果把它關閉 重新打開 裡面就空的 所以可以過去 然後又可以回來 然後又可以刪掉它 所以其實反正兩邊是 可以互通的 那當然呢 然後還可以查詢 比如說你要查什麼條件 這邊好像又加了一個條件 請輸入項目 比如說我要查什麼 查那個墨水好了 那我可以下一個什麼 墨水的條件 它會放在select的所有 From第一季 會有什麼呢 項目這個欄位 Like 墨水 它會怎麼樣 幫我去把墨水的資料先查回來 OK 那你會發現 可能這應該要把它清空吧 這支入錄條件是 沒資料 看一下 理論 那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那個 第一季全部清空了 所以 OK 如果裡面有的話 它就會把那個第一季裡面 有墨水的 有沒有 就這個關鍵字 幫我查回來 然後Copy from retro set 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新增的話 就是檢查日期 工作標準 我再把它合併過來一下 標準格式 然後丟過去的話 我記得表單這個 之前應該OK 弄得很順 有沒有 這個什麼意思呢 轉檔完畢 有沒有 再關起來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個 剛剛轉檔有沒有 你會發現 剛剛是一直轉 一直轉 那現在是按下它 怎麼樣 它會 等於是多一個什麼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說 讓使用者知道說 你現在轉到哪一筆 會有個進度 這樣看起來讓使用者 覺得 我知道你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轉的是幾萬筆 非常多的筆數的話 那使用者他會一直以為說 奇怪這個到底是發生什麼狀況 有沒有 比如說原來這個啊 它只會這樣子 一直轉一直轉 那使用者就不耐煩了 可能亂按按按按 有沒有按按按按 就 沒有壞掉 因為我們這電腦太好了 OK 有時候 按到掛掉了 那就麻煩了 所以剛剛的這些demo的 所有的程式 全部都在雲端上可以找到 所以回去 因為這東西前面有些有講過了 所以請各位可以試試看 但是表單這個也許下一次我們再來看 其實還蠻好用的 只要你要讓使用者等待的話 你都可以用一個表單 然後讓他知道說 你現在進度到哪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先講到有關合併的部分 下一個禮拜 我們會再來講分割 工作表可以合 那也可以把它合併完之後 你再把它分割 那分割的時候呢 自動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會需要什麼 自動新增一個工作表 自動把資料 工作表新增完之後 重新命名 因為你要一個新的名稱 名稱的話是根據 可能某一個項目 某一個類別的項目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把資料再摳過去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全部都可以 全部自動化 OK 那個部分的話下個禮拜再來看